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IS系列教程 我是朱家老师大地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内容管理系统 这个生成验证码 以及这个登录功能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这个生成验证码 在上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缺陷的判断 admin里边 我们在admin里边 主要admin里边做这个缺陷的判断 以及在这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登录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验证码功能 那什么叫验证码呢 就是我们正常管理系统登录的时候 你这要输入验证码 你输入验证码 如果验证码对的话 它才去数据库匹配 对吧 如果验证码都不对 那它肯定就是直接告诉你 验证码不正确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验证码功能 怎么实现 然后再和我们上一讲 讲的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那验证码的话 其实你可以百度所有下 这个NodeGIS的验证码 还是比较多 各种各样的 当然这里边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用的 叫这个SVG这个Capture 这么一个验证码 那这个的话怎么用呢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点开 点开 点开以后 那第一步要用它 肯定首先得安装它 安装这个模块 那我们首先安装一下 首先安装一下 第一步肯定得安装 然后安装完成以后 接下来你要在用到的地方 你就直接这样用 你看直接通过 这么两句话 这句话表示引入 这句话表示创建个验证码 创建完成以后 你再往下拉 它这里边你看 就创建完成这个验证码以后 这里边 这个返回的这个点 TXT 这就是验证码输入的一个随机的数 然后再接下来这里边 你可以把这个 它下面这个Data 把它返回 返回这就是返回的一张 有点类似于验证码一张图片 这就是我们这个实现的功能 到这里边 它用的是Express的这种写法 那这里边我们 这里边给大家用的谁呢 用的是这个 扣法的写法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文章 然后在这Create的时候 它这边可以传入一些参数 传入一些参数 比如你随机的一个 六个页证码 还是四个页证码 然后你的这个大小 然后你这个图片 是SVG图片 宽高度是多少 然后这里边都有 这里边你看Options 就是对象都有 在这都有 然后再接下来 这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你这里边的 页证码的背景图片 是什么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 这里边就是生成以后 这就是它返回的值 所以我们回头 就是你生成页证码 首先生成以后 我服务器把页证码的值 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 然后你客户端提交页证码的时候 我要拿到客户端提交的 以及服务器刚才生成的做对比 如果一样 是表示页证码一样 对吧 那这句话就表示 是返回一个SVG的这么一个格式 就这么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首先第一步 刚才干什么了 是吧 安装了 安装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就起来了 怎么用呢 你就直接把这句话拿 这几句话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在这个登录里边 给大家生成个页证码 那就在这 再配置一个路由 那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叫 我们叫code 页证码 或者我们这里边 叫个其他名字 那我们还是就叫code 就叫code 页证码 大家都就知道 大概知道 它是个页证码 页证码 OK 那就在这 我们要生成 那要再生成 你首先也是看一下 我们这个页证码 能不能访问 仔细看了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边 生成一张 生成一张页证码的图片 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路由 能不能访问 页证码 看能不能访问 如果访问不了 那就白搭了 对吧 那就是我们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我们预计一下 预计一下 那就输入adme 下边login 下边的code 但是你会发现 它又跳到水了 跳到我们这个login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code 它是不是也没有加入 我们这个缺陷的一个 就是也需要验证 我们的缺陷 就如果这里边 你这个地址等于login 或者login 下面的都login 或者谁呢 或者我们这里边 就是不需要做缺陷判断的 这几个页面 不需要做缺陷判断 然后不需要做 我就让你next 对吧 继续向匹配 如果你需要 我就让你跳着到login 那这是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看login下面的谁呢 这个叫code 走 OK 页证码没问题 能输出 说明路由能访问 就这个不需要登录 那路由能访问以后 接下来就好办了 怎么办呢 那这是我们首先第一步安装 刚才已经安装成功了 第二步 那你看官方文道 我们这个svd 这个capture 这个页证码 把它要引入进来 对吧 那就是在上边 引入页证码 就这句话表示 页证码模块 页证码模块 引入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按照官方的写法 把这两句话付出过来 付出过来 我们就把这句话付出过来 付出过来 付出过来以后 你要改 付出过来 就这个表示生成一个页证码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test打印出来 这就是它生成页证码的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叫 is.type 这表示 就设置它的一个svg的格式 设置svg的格式 当然我们待会的话 应用谁呢 是不是我们待会要用这个 context.response.type 来设置它相应的一个类型 对吧 然后这里边它叫set 那我们这边就叫 这个context.body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里边这个 对它 这就是它返回这个svg的一个页证码 就生成了 就这样简单 就生成一个页证码了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对不对 仔细看了 我们这时候控制台里边 在这 在这 我们运行一下 打印错了 应该是运行 叠错了 稍等一下 取消 取消 刷一下 看到了吗 这样一个页证码 是不是就生成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就这么好玩 对吧 页证码就生成了 看一下 然后这里边你看 叫s4sv s4sv 走一下 再来一下 叫b什么呢 rb2v ok 没问题 这就是一个页证码 就生成了 对吧 就这样接待 那这个页证码的话 这里边还可以给它配置一些参数 配置参数 那我就直接拿过来了 就直接参数 你可以是个对象 我就直接复制过来 对象的话 就在这 你可以给指定 它到底有 有多大 对吧 到底是四个还是六个 然后字体大小 然后宽度高度 这个背景颜色是什么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页证码 走一下 这边是这么个页证码 对吧 是不是六味的一个页证码 六味的页证码 对吧 当然我们正常是一个四味的 对吧 不要太复杂 免得给我们自己造成麻烦 对吧 我们防止别人攻击的时候 给我们自己造成麻烦 反而不是特别好 那这样 这个页证码就生成了 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页证码 当然它这里边还可以生成什么页证码呢 还可以生成另一种页证码 这个我们就到这 一会再说怎么用 然后接下来 它这边还可以生成哪样的页证码 你看 还可以生成叫什么呢 它下面写了 还可以生成六加二这样的页证码 对吧 这就是比较强大了 怎么生成六加二呢 它这边你看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有没有给我们写 它这边我们看叫什么呢 这叫什么这么个emaj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用哪个方法 那我们就试一下 比如我们就random一个txt 我们看对不对 我们这里边就叫random 我先把这个备份一下 给大家 这是一个四位的页证码 是一个四位的页证码 当然我们这里边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就这里边再看一下 这个是啥东西 看一下它生成的是什么东西 走一下 仔细看 我们之后再回到这 走 undified 那说明这个方法还是不对 不对 或者我这里边 我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我看对不对 OK 那这里边这个页证码好像也不对 也不对 它这个是有问题的 说明这种方式还没法弄 没法弄 我们再来一下 那就是这里边这个方法不行 那是用哪个呢 我们用这个 这个来试一下 用它来试一下 看这手是不是一个那样的一个页证码 来走一下 OK你发现什么呢 那这样的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页证码呢 看五加三几 八对吧 然后走 五加九十四对吧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加法页证码 对吧 加法页证码 这个文档就这样用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我们刚才这种页证码 来给大家实现一下 就用这种页证码 那仔细看了 仔细看我们怎么弄 那生成页证码以后 你要注意啊 这里边待会的话 我们是不是直接 image src等于这个地址 对吧 也就是在这儿 就是在我们这个login里边 我们就不是这样写了 我们以前的话是image 然后这里边 我给你来个flow left 就是这儿 我们要把这个地址改一下 地址改一下 我们src等于谁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个 花括号 然后这边来个杠杠 上等 杠杠 rot 然后这里边来一个杠杠 然后admin 下边的login 下边的cld 是不是这样来一下 对吧 在这样来一下 我们看是他到底能不能访问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 就页证码能生成 这边是生成的 然后我接下来 我image src等于这个地址 我们看下到底对不对 然后返回 返回以后我们这刷信一下 刷信一下 你发现这里边 我们看首先看网络里边 有没有请求 你发现他这个页证码 好像并不对 对不对 网络里边走 网络里边这里边 给我返回什么 404 open in new table 空 给我返回空 那这边哪里有问题吗 那还是有问题 来我们再回到这 asrc等于不对 写错了 他下边的 下边的这样写 然后再来一下 刷信一下 这时候这个页证码还没出来 但是这时候你看 我们这code的请求了 是不是已经请求了 对吧 请求了 但是他这边返回的是个什么东西 返回的 他不是一个 返回的这个html 对吧 他返回的不是 你看我们这可以看到约代码 但是约代码是对的 你这样 解查一下 你会发现 他被html给包裹起来 对不对 我们想返回的就是这样一种格式 所以这是我们要试试 他的一个响应头 也就是把我们response test拿过来 这个就固定的写法 响应一个svg的一个格式 所以我们在这 在哪呢 在我们longing里边 就是在这返回的时候 我们要设置响应头 这叫 设置 设置 响应头 你只有设置以后 浏览器 我们这个image是不是才能解析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输出 走一下 OK 搞定 对吧 是不是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 这个好像太高了 对吧 太高了 那我们调整一下 那就是宽度 我改成120 然后这边改成34 调好的34 然后再运行一下 走一下 OK 那就这样一个页子码 就搞定了 对吧 这个页子码搞定了 搞定以后 接下来我们想的是点一下 是不是才能换页子码 那怎么换呢 换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想再点一下刷新一下 点一下刷新一下 他是不是就换这个页子码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给他绑定一个世界 那这绑定是在哪呢 绑定呢 是不是在这 前台对吧 那就是我们这里边 稍等 我们这里边就叫code 我给他加class 就是image点击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它的一个class class等于一个code 等于code 行 那我就在哪写呢 或者id id等于code 我们就在 下边给大家来一下 我们就在最下边给大家写这个 写这个方法 就是这 或者我看这里边 我没有 上面有没有引入 在上面有没有引入其他的一些gs 那这里边是没有引入其他的gs的 那我这里边引入对应的一个叫 引入我们对应的一个gq 有时候对应gq 上等一下 我找到我们hinder 或者找到我们这个footer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gq 那就在我们底部 底部应该有我们这个gq 就在这 那就在这 引入 上等一下 引入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写点 写一下 就点一下我们这个按钮 让它变一下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gq引入进来 gq引入进来 OK搞定 搞定以后 然后接下来 这个gq不知道存在不存在 那我们就在下边写 然后这边写个script 我就直接写到这 回头大家可以分离一下 script script 然后dollar一个function dollar function dollar function以后 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让它点击的时候 就这个code点击的时候 也就是找到它 那就是dollar 点击的时候 我这边要改变它地址 dollar 警号 code 点一个 click 点击的时候 然后这里边 我们改一下它的地址 改地址怎么改呢 我要z4.attr 然后这里边 src 等于谁呢 等于 仔细看 等于谁啊 还是等于它 它这里边这个地址 还是等于它 只不过这里边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这里边 稍等一下 我们还是等于 这个地址 但是我们后边 加一个随机的一个 随机的一个 实际出号 叫ms.random 比如乘以上个 乘以上个1000 乘以上个1000 OK 那这样 就搞定了 相当于我们每次点击 它的asrc 这个地址 什么都不一样了 那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们的功能 搜一下 叠 叠叠叠 好像没有效果 是报错了 告诉我 this.attr notefunction 那怎么写呢 写错了 gq应该 dollar this dollarthis 然后再来一下 走 一点 换没了 对吧 是不是一点给我 这个地址换没了 一点怎么没了呢 点一下 点这个地址 上等 啊 点一下以后 我们这里边这个路由 是不是又不对了 哪个路由不对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你看啊 点一下以后 它这里边这个地址 给我不对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这个 刚才这个缺械判断 还是不对啊 在这儿这里边还是不对 我们这里边 稍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UR再打印一下 啊 看它到底是个啥东西啊 就是回头也是一样的 这样慢慢调 你看我刷信一下啊 刷信一下 肯定有 点一下 点一下有个地址以后 那这个UR它给我加了这么个玩意儿 对不对 加了这么个玩意儿 那稍等一下 我们不用这个UR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UR 这个肯定这个UR是有问题的 语言声的UR这是一个 走 啊 看一下哪个会好一些啊 我们还是用水呢 我们有这个query下面的UR 我们看一下啊 所以这里边坑还是比较多啊 在写的时候要注意 走一下 然后再来一下 刷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还是没有啊 还是没有 行 那之后怎么去掉这个东西呢 怎么去掉后边它这个 直接戳呢 那这是我们这个UR 其实可以过滤一下啊 UR其实可以过滤一下 用我们以前 呃 以前学过的一个叫 我们这个UR 模块啊 所以我这边来个UR 啊 UR 模块 等于 I require我们对应的一个UR 啊 比如UR 模块 就这里边我先把它过滤一下 那UR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用UR 点PASS 来把它过滤一下 自己看啊 那就是在我们这 我VR一个 比如说叫 叫啊 叫 不叫UR 我们叫 P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UR 模块 这边 PASS PASS 谁呢 PASS 我们这个context 叫Corey 叫UIL 然后这里边 叫PASS 什么呢 那啊 这个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 还有给大家来一下 你看我们CMD给大家补一下啊 首先我们这里边输入一个叫 呃叫 NOD NOD 然后这里边 VAL VAL 一个UR 等于 REQUIRE 这个UR 啊 REQUIRE UR 然后接下来我通过UR 叫PR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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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 PASS 我们这个地址 我把这个地址复制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为啥我们要这样写 然后这里边加引号 然后走一下 然后 括号 回车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要得到谁呢 要得到这个PASS 就得到他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相当于就是UR PASS 你传过来UR PASS 那就拿到了我们这个PASS 对不对 拿到PASS以后呢 接下来这里边要改了 那就不是context的UR 叫PASS PASS 或者叫PASSNAME 不叫PASS PASSNAME 稍等 啊 然后等于他 等于他 或者等于他的时候 我们让他继续啊 就这里边要注意 这是干什么操作啊 然后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刷新一下 然后叠 叠叠 OK 就实现我们这个页制码的功能了啊 实现页制码功能了 没问题啊 那这边你也可以给他加点样式 加点样式呢 怎么加呢 就在我们这个注意啊 加样式是在这下 对吧 切台 切台里边我们给这个 呃 警号code 我给他加点样式 那就是让他一个叫 CUR 一个 呃 手势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叫 然后再来一个叫 比如叫一个position 一个 obslude 然后然后这里边 叫 不叫obslude啊 叫相对定位 相对他自身 我来个left 比如来个left 然后EFT 来个10px OK 那这就搞定了啊 刷点一下 re left 10px啊 那这我们再来一下 然后刷新一下 OK 挺好啊 挺好啊 手势 OK 挺好啊 那这样就搞定了 页证码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啊 输入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里页证码提叫的时候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首先 是不是要页证码 页证一下 对吧 首先是不是我们要页证码 页证一下 那怎么页证呢 你要在其他页面 用到我们这个页证码 你又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你刚才生成页证码的时候 保充一下 也就是我们在这 要保存生成的页证码 就是你请求我保充一下 怎么保充呢 通过context.一个 sesssession sesssession 调谁呢 调我们这个 叫谁 是不是我们这个code啊 随便来一个 等于谁 等于这里边的 capture调test 这就是从我们生成的页证码 对吧 这叫返回页证码 这叫响应头 这叫返回生成页证码 那这样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就要判断了 对吧 判断的话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也就是这 我们首先 我们这里边要获取用户名 要获取密码 我们还要获取谁呢 是不是还要获取他 这里边这个登录 这里边传过来的一个叫谁呢 登录传过来 我们这里边叫页证码 对不对 是不是要获取他 获取他 那你这边就不叫password了 这边叫谁呢 叫一个 code 叫一个test 然后这边要设置什么呢 设置我们内蒙 内蒙要设置一下 内蒙等于我们这个code 那接下来你这设置完成 由于提交 那这些页证码这些信息 是不是都提交到我们的后台了 都提交到我们这了 所以我们这也要接受一下 这个页证码 对不对 是不是叫context.request.code 接受一下页证码 接受完成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操作就是 看什么呢 看我们这里边 客户端传过来的页证码 和我们刚才生成的一样不一样 如果一样 是不是在执行项目操作 所以我们这里边写了 如果code等于等于谁呢 等于等于我们这个context.session.code 这表示是不是你传过来的页证码 和刚才生成的是一样的 生成的是一样的 我再让你去数据查 else我直接给你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来一个叫页证码失败 对吧 就是页证码输入失败 你跳过去 对吧 叫页证码失败 页证码失败 对吧 是不是直接来一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能不能理解 那我们给大家来一下 你看我这边走 那肯定就是页证码失败 肯定是页证码失败 你看他都没有走到那 我们重新来一下 比如我们这儿 重新来 你看我这边直接走 页证码失败 是不是页证码失败 当然我们回头你这里边啊 首先应该在哪判断呢 首先应该在前台判断一下 就是你ensemblemean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判断一下 对吧 要判断一下 如果他不违空你再把后台提交啊 这个大家回头自己做 还是我们这里边来一下 自己回头在这判断一下啊 或者我给你来一下 就在这儿 我们这个form表单 比如我们是叫 叫ID等于这个form loginform login是叫forform 对吧 你首先要判断他 比如说他的一个submit 那就是这儿 叫dollar 就是我们前端做的工作嘛 还记得吧 dollar锦号 点一个什么呢 点一个submit sub submit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判断啊 submit submit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 你要在前台判断 他这边信息是否为空 那这里边我们 给这个imput款 还指定ID吧 ID等于比如说叫usernamo 对吧 usernamo 然后这里边比如说 拿一个password 就你这几下都不能为空啊 ID等于一个password 还有我们这个id等于一个谁呢 是不是扣的 就你这几个都不能为空 我这里边就只验证一下 是否为空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学过 你会再慢慢验证一下 那会儿就判断啊 如果谁呢 如果dollar 我们这里边锦号 usernamo value 对吧 叫val 等于等于空 等于等于空 对吧 然后或者谁呢 或者dollar 警号 password 然后 value val val 等于等于空 然后或者谁呢 或者就三个 或者你一个一个判断啊 当时大家回头一个一个判断 我就给大家 大概这么个意思一下 也试一下 就如果 它三个有一个空 那就是我们这里边 alert一个 叫用户名 密码 用户名 或者密码 或者验证码 不能为空啊 然后这里边retort什么 是不是 返回一个 force啊 fa force else 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处啊 这个大家切断应该 知道这些东西啊 我们切断的东西 我们就给大家快速过一下啊 那接下来看一下啊 就如果这里边为空 走啊 为空 没提示呢 怎么 跌 OK啊 没问题 提示了啊 提示了 没问题 然后这里边不为空 不为空 他是不是才把后台提交 提交 提交 那这里边是返回 业证码错误 对吧 业证码失败 OK 那这个没问题啊 逻辑搞明白了 这就是前台 这叫水呢 这叫后台 那这里边失败的话 你看啊 我们这里边这个 倒是可以 但失败的话 你肯定不能跟人提示个失败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样做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在admin里边 我们新建一个叫error.html error.html 然后这里边我就写个大大的hr 对吧 hr 然后这边写个 比如叫一个 mes message 对吧 message message 然后这里边就是你登录失败 我都要share它 share它以后 你待会这里边要跳 跳到谁呢 就过三秒 比如说要跳着到我们对应的页面 那我们在html里边怎么 就是你待会儿啊 我们到这 比如说我admin登录成功以后 我share到这 share这以后 你是不是提示一个信息以后 你三秒要跳 对吧 跳怎么跳呢 那就是我们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gs 那gs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我给大家说另一种方法啊 另一种方法 就是搜这个meta 这个什么呢 叫ur跳着啊 就通过我们这个med标签 实现我们这个ur跳着啊 哪句话呢 就这句话啊 就这个意思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拿过来以后我这一放啊 那这样就表示五秒以后 它要跳到一个页面 对吧 跳到一个网址 那网址的话 我们也是从后台拿到的 那这里边就叫什么呢 叫RI-DIRECT R-E-E-D-I-R-E-C-T 跳着到谁 那接下来你看我们这里边怎么做呢 我们这就这样做了啊 自己看 我在log in 的时候 我这里边 如果你这里边失败 那我就表示 这里边失败是表示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啊 那我就通过contact.render Render到谁呢 Render到我们这个 要注意 Enemy Enemy 下面的我们这个 叫 Longing Enemy下面Longing Enemy下面Longing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 怎么写呢 我们首先有一个叫 Message Message我就表示 写成一个叫 用户名或者密码 错误 然后接下来这里边 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这个 有Message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 R-E-D-I-R-E-C-T 要跳到哪 对吧 跳到哪 那我们之后跳到哪 我就让它跳到Enemy 下面的Longing 然后前面你也可以 把我们这个谁加上去 也可以把我们这个 叫Contact CTX State -R-O-O-T Root 也可以加上去 这就是我们 这个就搞定了 那同理这里边 我们也是一样 你看这里边 页证码失败 那我就提示一个 页证码失败 这就是错误的一个 跳者的页面 它错误的时候 首先会加载错误页面 然后错误页面提示一下 三秒以后再跳过去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也试一下 走 仔细看 我们这里边输入Enemy 然后这里边 密码写不输 点击登录 告诉我 这个不能为空 那还是不能为空 走一下 然后随便来一点 这个不一样 对吧 然后点击登录 告诉我 Login Note Note放的 都Login Note放的 这是什么原因 又爆错了吗 页证没有重启 我的天啊 没重启 重启再来 仔细看 刷新一下 没重启 然后Enemy 然后随便来一点 然后随便来一点 点击登录 那点登录 那这是它给我干什么 操作了 点登录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会不会走到这 叫什么EnemyLogin 我的天 Enemy下面的谁 Error 怎么跳到Login 对吧 Enemy下面的Error 你失败的话 我说你渲染失败 怎么能渲染我们这个Login 对不对 叫Enemy下面的Error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我说它怎么找到这了 然后再刷新一下 仔细看 再重新来 然后这边随便输着 点击登录 OK 页着码失败 12345 跳 还没跳 对吧 终于跳过去了 跳到水了 跳到一个Onify下面的 我们这个Login 所以我们这个跳 就是能跳了 说明跳的还是有问题 就在这 首先这里边 它这个默认给我 多了个这么个东西 然后这里边跳转 跳转 加在我们Redirect Redirect 我们这里边不对吗 我们看一下 Redirect 这里边要加上水呢 这个HTB应该有 跳到我们Enemy下面的Login 这个应该没问题 稍等一下 我们看这个是啥东西 我们再运行一下 来看 我们看这是什么东西 Onify 那说明这个是 哪个是Onify 这个 context.sta state.r -root -ontified 那就是我们 还没法直接在这用吗 我们在哪写的 是不是在这写的 context.state -host 我的天 这个一下就写错了 -host 大家应该说 我们在干啥呢 对吧 就拿到我们那个host 还记得吧 走一下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这时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重新来 你看我再输入 东西 输入东西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输入页证码 输入页证码 放大把它 放大以后 然后接下来点击登录 OK 页证码失败 12345 跳到我们登录 是不是跳到登录了 对吧 如果你看我这里边 页证码输入的是对的 然后密码输错 页证码输入对的 页证码叫 E S 还有什么呢 D 7 当然我们这个页证码 驱风大小小 我们要一会儿不取风 对吧 走一下 是吧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啊 然后过几秒钟 跳对吧 跳 就实现了啊 就实现这功能了 但这个页证码的话 你输入的时候 可能还是比较空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边可以 呃 调用一下这个 图啊 图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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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克斯 然后把它转换这个 小写啊 那同理这里边也是一样 把转换这个小写啊 OK啊 就是把它俩都转换这个小写 那我们在页证 那之后我们这个页证码 是不是就不取风大小写了 对吧 然后这里边 其实你也要做一些操作啊 就这里边 呃 你这页证码通过以后 其实在这儿 你也要做一些操作 就是在这儿 大家回头自己验证啊 就是后台也要验证 这个用户名密码 是否合法啊 你先验证一下 是否合法 你再去术语库去查啊 免得回头人 要有个色口注入 什么的 对吧 先验证一下 是否合法啊 一定要注意 这边一定要验证一下啊 就是你验证 用户名密码 是否为空 是否包含特殊符号 对吧 如果不包含 你再去术语库查啊 那这样基本就OK了 我们这个验证码就搞定了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丑啊 enemy然后随便输 然后DZNK 你看我这时候 没有这个大消息啊 走 诱户名密码不正确 就如果出来诱户名 或密码不正确 说明验证码 是不是已经通过了 就是没有走到验证码这 那说明他这就通过了 已经 这就是我们这个验证码啊 这里边的话 这个错误的一个提示页面 还是比较丑啊 那这里边 我就直接把我写好的 一个错误提示页面 给大家拿过来了啊 那这里边的话 有写好的这个错误提示页面 提示页面啊 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我就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 放到我们这 然后这里边 当然写了一些样式啊 写了一些样式 然后这里边叫 呃一个标题 三秒会自动跳转 然后这边 Redirect 然后这提示信息 我还在哪 呃就是你可以点击它 然后提示信息呢 我们这也改成 M1SSAGE Message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上边 上边也有个跳转 和刚才是一样的 这里边 是一个三秒钟的时间啊 那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再给大家走一下流程 看到底 我们这个登录 有没有成功啊 仔细看 刷信 我们这个都去掉啊 去掉 然后直接进 游子啊 进不去 然后这里边输入enemy 然后输入正确的 123456啊 先入输入错的啊 页证码走 啊 页证码失败 是不是我 一二三秒后 将自动跳转 对不对啊 然后这里边 来个enemy 123456 输入正确 在这里边 咦 我们这个怎么又又又没有 没有业证呢 有啊 有业证 enemy 123456 然后这里边来个 RVIK 那这时候应该就对的啊 点登录 OK 登录成功 对吧 登录成功 enemy下面的user 走 可以访问 对吧 那这样我们这个登录功能就实现了啊 登录功能就实现了 以及这里边 我们给大家 呃 又写了什么呢 又写了我们这个 一个失败的一个提示页面 中转页面 对吧 包括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缺陷判断啊 我们这个缺陷判断一定一定要注意 大家回头访问不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我们这个缺陷这块是不是要有问题了 对吧 尤其是我们这三个 呃 开通缺陷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这个业证码 他这里边还有个什么东西呢 就业证码 你发现他请求的时候还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啊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边是不是后边还有一串东西啊 因为你没有的话 他点击的时候 他现在也不会重一出发请求 对吧 我们想的是重新再请求一下服务器 对吧 他这边有这么个随机的这么个玩意儿 所以我们接下来 这就是这里边为啥要这样写的一个原因啊 不然你回头没法判断啊 就这个没法判断 我们要把它过滤掉 对吧 来判断我们这个到底对不对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鞋盖来拆封数组 判断这里边有没有一个logging 也可以实现啊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给大家讲的这个 业证码 以及我们这个呃 登陆失败的页面的制作 以及缺陷判断等等啊 这些功能啊 那我们这个登陆功能就讲完了啊 基本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回头就实现什么功能呢 实现我们这里边的这些呃 管理员的一些增赏改查 以及我们这个呃 其他的一些信息啊 行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rig 订阅